321 春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要放假了 很多我们的粉丝和网友开始要躁动了 是不是要回老家了 是不是要出去旅游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出现了 留在家里的兔兔该怎么办呢 点赞 收藏 分享 首先如果你只是离开家里一两天的时间 你可以给你家兔兔的笼子里面放满木槽 放很多很多的饮用水 然后安装一个可以看到兔兔视频的一个摄像头 网络连接的手机上可以看 那么这样就可以非常放心的出去游玩了 一两天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要离开家里三天或三天以上的情况 就不建议你把兔兔留在家里面一个人独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家里附近比较专业的小宠寄养酒店 在这里我给大家两个注意的点 第一你要选择一家专业做小宠寄养的酒店去录住 因为兔兔本身是食物链非常底端的一种小生物 它天生骨子里就对狗狗猫猫非常的恐惧 它看到它们就说你不要把我吃了 很可怕 对不对 它会有一种伤害和应激的可能性 第二呢 要找一个小宠物寄养酒店里面 有比较丰富养兔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宠物酒店去录住 这样可以及时的去发现我们兔兔在日常吃草的情况呀 身体的状况呀 因为它比较了解养兔兔的知识 并且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像屎哥一样 那么呢 对于兔来说很安全 如果不想把兔兔带去宠物酒店做寄养 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带着兔兔开着自己的小车车 带他一起回老家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仅限于你离家的距离在几百公里以内的比较合适 因为路途如果太遥远太漫长的话呢 屎哥还是建议大家老老实实的去找你附近的宠物寄养 让酒店给他入住为好 今天我们就讲完啦 你知道了吗 赶紧排算排算